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上海敲码的凯哥 视频每天更新 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们 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本期视频三级联播 还请大家耐心看完 先看一下第一副牌 这个七手牌倒是一般呀 大致虽然是齐了 但是是三上章的牌型 这个牌基本上也就是个 文青牌型 像做牌的话 简直是痴心妄想 这场一番糊 凯哥的牌型是很难做的 一次成功的案例都没有 可以说是相当的新的 我的大致也不算差呀 磨了六七圈 一张也没上过 对家听牌了 这个牌打九条最安全 来气筒先打九条 来五条大五桶 一上章 九万也是安全 这样倒挺好的 九万抓队也打 来七万听牌 再打九万 一桶自摸 四花门青十分 加个昌野十五分 看一下第二副 这两副倒是差不多 前面一层牌没有 这个牌缺个搭子 上章貌似比上一副快 这个编三万来得挺好的 对家启动 来一万 先打八桶 来八条再打五桶 上下 上下听牌 走线打三条 我的牌也进入到一上听的阶段 来日同 打日同吧 抓八条 听牌 挺好的 又一次听了一个一四桶 抓花 看看能不能打开 想多 一桶自摸 三个花八分 加个昌野十七分 这个次昌野倒是挺大的 看一下最后一副 来六条 这个牌就没有要四人抬轿 而是直接打了一张三万 觉得上家是在做腕子的混一色 所以说不太想留腕子 来一万再打五万 这个腕子上了 留四人抬轿倒是能单掉一张 这个牌看似打错 实则是打好了 现在来一万也能听 两头杖 那肯定要比单掉的好 下家打五桶点炮 四个花十分 加个昌野十三分 这个牌看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